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青年人就为了Lemo 写真神组排队争奔头 而古古机所推出的IQ图书 也有小朋友因为买不到而起争执 虽然机制已经转了新公司 不过他对于旧公司好友邓丽因新书 有大量错别字都深表体谅 希望大家给他机会 因为他已经跟大家道歉了 加上后面他们听说会印刷新的 让大家去换灵 不如这样想 其实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心血去做书 要写一本书其实真的很难 所以希望大家给他这样的空间做得更好 我会支持他 已经第五度出书的林一峰 今次就以游记方式做新书的主题 而且书中还会有他所写的歌词 可以说是文字都挺多的 叫他过两招给Stephy就对了 我觉得每一个人犯错的也是可能的 每一个人都可能犯错 那最重要就是知错能改 其实我自己的书本 我的经纪人 我的助手 跟这个出版社都花了很多心 很多的准备跟教队的功夫 所以我是遇到好人 那当然作为一个创作人 也是应该要把自己的这个刀 把自己的文学修养提高 这样子是长线发展的最重要的 周历琪今年再次有新书推出 他就说自己没担心过 有教队的问题会出现 而令Nicky更加自豪的可能是他本书 有可能会打入日本市场 那我非常开心 因为日本这个地方是我很喜爱 而且是常常都会去那个地方 而且能够在日本会有我的书卖的话 那我觉得非常开心 而且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我也不要去再写一本 只是要可能翻译 帮我翻译一句日文就行了 那我觉得非常幸福 非常幸运 那也谢谢日本的当地的人 那么对我有信心 而且我希望没有令到他们失望 多次有传统Staffy不和的Teresa傅永 今年都有推出新书 而Staffy今次的错字事件 Teresa这日就对Staffy表示支持 其实以我了解 就是她的那本书是我公司推出的 那所以没有那个出版社 就是做那个交对 对那所以这次当作是一个 很好的经验吧 就是之后就如果再出书 就我公司应该要谨慎一点 就是原来自这个Staffy 就是全个错都是她自己本人的 那个闻闻 闻闻闻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也不可以肯定地说 而这日在Teresa举行签名会的时间 同样江亚林举行签名会 二人的签名位置打正对台 而他们的粉丝就落足力为偶像立喊 可以说是未够销量先够大声 不过好像吵了一点点 但是怎么也好 都不会影响到他们两个 他们还即场交换新书 而Elaine更加表示 已经一早促递了本书给好朋友杨成林 我已经送了她是第一个得到我的书的人 因为那时候还在泰国 然后我就叫我同事 在书展第一天帮我买下来 然后出地过去泰国给我 然后我就在上面写了很多东西 写了很多很不舍得她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希望她会喜欢 Angela Baby是众多Lemo写真里面售价最贵 不过普遍就被认为是反应最好的一本 周秀娜就已经决定 向辛苦一早排队的五位粉丝倩敏 不知道Baby又想着怎么回归一群粉丝呢 我会给一些未签名的粉丝 其实我都打算开一个粉丝私人的签名会给他们 其实很多其他模特儿 他们可能拍牛奶和雪糕 其实这次会不会派一些礼物给一群粉丝 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因为其实他们都是做宣传而已 而且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宣传 Cruise她昨天甚至会去宣传 你会不会尝试这个方法呢 我不太敢 为什么呀 那些是隔着一张胶纸 我也是不太敢 我也是不太敢 我也是不太敢